副总统吴敦毅这次出访中美洲友邦贝里斯 外交部特别安排在当地唯一一位会讲中文的女医师 她叫严瑞珍很年轻才26岁 那么贝里斯的这个医疗资源相对落后 她在当地非常受到欢迎 曾经一个晚上接过七个枪伤的患者 跟在吴敦毅身边随时注意副总统的身体状态 虽然看起来不太奇艳 不过他可是在邦交国贝里斯 唯一会说中文的女医生 比较多人他们不会讲中文的话 他会希望说我可以翻译 所以会刻意会来找我来看这样子 对就是连大陆人他们都会 远在中美洲人亲土亲 两岸侨胞生病了都找他 26岁的阴医师小时候和父母移民到贝里斯 在瓜地马拉内湾医学院后 回到贝里斯服务 伤风感冒真的只是小额科而已 因为这边枪伤很多 所以也许你每天看到 可能一个晚上就接七个伤患 就是都枪伤的 就可能中头啊中脚啊 有的就是直接来 就是可能是死亡那一种的 就可能会就是说 台湾你可能看不到这么多这种伤患 就算治安不好 医疗设备也落后 连救护车都是私人的 但能在友邦行医救人 精神值得敬佩 真新闻综合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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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